大家好,在成都的第二天 看我穿那么多就知道现在成都变冷了 今天的成都只有九度十度 但是明天会更冷,明天只有一度 大阴天 今天是阴天,不是晴天 不太想出去,这个天,天气不太好 那现在出门呢,先去吃个饭 我在成都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家面馆 来成都要吃面 那我现在走过去,大概只要一分钟左右 这是吃豆腐脑的地方 酒店周围吃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我要去的店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一分钟做到了 兔火锅 四川人喜欢吃兔子 我还没吃过兔肉呢 兔肉,兔火锅 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吗 就是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离开四川 这就说明了四川人很喜欢吃兔 很喜欢吃兔肉 真的很近 我朋友给我推推荐的这个面馆真的很近 叫北大铺盖面 你看就这家店人特别多 烤红薯 好香呀 还有烤玉米呢 糖有果子 这个是成都的特色小吃 多少钱一份呀 五块钱啊 我朋友推荐的那个店里面都坐满了人 应该是味道还不错的店 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吃 好多人呀 阿姨大概要等多长时间 去拿个牌子去 去拿牌子啊 好好好 阿姨告诉我 我要先去拿个牌子 我的天呐 那么多人 拿牌子 33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特色 铺盖面 就是很宽很大的那种面 我现在拿到牌子了 我现在拿到牌子了 阿姨现在我拿到牌子了 拿到你找位子坐吧 我教你好在点哈 好的 行 那我先找个位子坐吧 我拿到了 我拿到了33号的牌子 现在呢就是等叫号 轮到我的号了 叫到我的号了 他就会过来帮我点餐 现在到26号 我听到宽馆里面有很多人都是说四川话的 有四川口音的 那就证明应该很多本地人都来吃 好期待呀 阿姨你们家的招牌是什么呀 你吃辣的不辣的啊 不辣的 不辣的 炸酱酸菜煮鸡都不辣 哦 那牛肉的话可以叫做微辣吗 牛肉本来就是微辣 那我要一个牛肉微辣吧 大碗小碗 小碗就好了 我现在呢就坐在这个饭店的前面 看我头发 就知道今天的风不小 我看很多人都点了那个牛肉面 所以我也点了一碗 我要了一份小碗的牛肉面 那我现在就是等上菜 看这个风车 大家看这个风车就能感觉到这个风有多大了 哇这风 感受一下 大家去看冬天的风 冷冷的 好冷啊 好冷啊 四十一号 四十一号 啊 阿姨一直在叫 特别猛 这里的叔叔阿姨都特别猛 哇骨干面 好大的一张 是不是跟我们以前吃的那个妙点不一样 哎呦 大家我已经吃完面了 看我的嘴巴红红的 就知道刚刚那碗面是有点辣的 有点辣有点麻 这个是成都菜的特色 分量也很足 我点了小碗 但是我吃的非常饱 那个面叫蒲盖面 它是很大很宽的那种 它跟我们平常见的面是不一样的 平常我们见的面是很细很很长的那种 那这个面呢 我第一次吃那种面 吃起来有点 有点费劲 有点吃力 因为它太大了 就要好几口才能吃完 家人们 我下车了 目的地不太远 坐车几分钟就到了 那现在呢我去看一场表演 现在来到了一个叫马赛城 的收藏品市场 这里是地上一楼往下走 扶一楼 三花川剧团 这里是一个收藏品的市场 有一些古玩 油票 玉器 字画 钱币 红色藏品 我要去看表演了 哎 你好这里是那个看穿去变脸了吗 变脸是晚上的 晚上的晚上几点呀 晚上七点 晚上七点开始吗 这是真正的穿去 飞翼船船 飞翼船船 哦就是变脸的是晚上 我怎么看 那三点到四点的是哪个 两点到四点呢 飞翼船船 飞翼船船 那门票是多少钱 三十 三十啊 有那个 那我去看一下吧 反正来都来了 哦 他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杯子 弄点茶叶 这个是什么茶呀 感觉像绿茶 然后倒热水 这个热水没有了 哎呦 这热水都没有了 啊 谢谢 谢谢谢谢 好我的茶就做好了 找地方坐 我可以坐在这吗 哎这位有人做的吗 这个 我坐这吧谢谢 哎呦 大家我搞错了 今天下午两点的呢 不是那个变脸 是川剧 也是中国的 传统文化之一 我也没有看过 那现在我们来欣赏一下 川剧吧 这里也已经坐满了人 每个人都会拿着一杯茶 来看表演 小桌上还有茶壶 可以随时添热水 还有很多摄影爱好者 来拍视频 有意思的是 那边有一桌 灯在打麻酱里 我的茶也泡好了 边喝茶 边看表演 他们说的是四川话 川剧 四川的戏 说的是四川话 所以我们就讲ается 有点点 有点点 这个演员的表情做得很好 看完川剧表演 现在呢我就去动物园 我突然想去动物园 因为我来成都的首要目标 就是要来看大熊猫 大熊猫是我最喜欢的动物 我现在来到了动物园的附近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进去 我可能要问一下人 哎你好 我想你知道动物园怎么走吗 往就往那边 那边 OK 右转 大家去旅游的时候 是喜欢提前做好攻略 提前做好计划 再一步一步的去做 还是说像我一样比较随性的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大家喜欢哪种旅游方式 动物园 这个动物园离市区不远 大概三四公里的样子 哦 在这边进去 银行树叶变黄了 原来从这边进去 今天是星期五 来动物园的人应该不多吧 哎呀好可爱呢 这个小孩子背了一个熊猫小背包 在看喝什么饮料呢 动物园我来咯 前面就是我爱的大熊猫 这个动物园呢 里面没有那种特别有名的熊猫 所以来的人不是很多 我来到了熊猫的故乡 先去取个票 我已经在网上买好票了 二十块钱一张票 现在去拿票取票 要用身份证才能取票呢 哎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网上买票了 在哪里取 哦好的谢谢 我已经在网上买票了 所以直接扫码进去就行 吐吐冷知识 知识 知识 冷知识 冷知识呢 就是未必很多人知道的知识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兔子会吃自己的爸爸吗 会不会啊 好像会吧 会 原来兔子会吃自己的爸爸 小兔子的眼球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的 哦 透明的 透明的 我们看到 我们所看到的红色 其实是眼球 那血液 所反映出来的颜色 就是他的眼球 本来是透明的 但是我们看到 他眼睛是红色 是因为他的那个血液 不是他 红色不是他眼球 真正的颜色 是什么 兔子眼睛的颜色 与什么有关 不知道 哦 跟他 跟他的毛颜色有关 如果是黑兔子的眼睛 那就黑色的 灰兔子的眼睛是灰色的 哦 这是什么颜色的兔子 就会有什么颜色的 眼睛 兔子的眼睛 能看到后面吗 可以 因为兔子的眼睛 能够覆盖360度 兔子只吃 萝卜和青菜吗 应该不是 除了萝卜青菜 以外 他还吃甘草 今年是兔年 所以有很多 跟兔子有关的展示 哦 这个动物园 是一个老动物园 成都动物园 70周年 这动物园 已经成立 70周年了 是一个老牌 动物园 那边有指示牌 看熊猫的 走这边 要穿过一片竹林 啊 竹子 熊猫最喜欢吃的 就是竹子了 请勿拍打玻璃 就不要拍玻璃 哦 哇 熊猫 比想象中的大 这只熊猫好可爱哦 它没睡觉 没睡觉的大熊猫 哇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第一只大熊猫 哎呦 比想象中的大 好大呀 比想象中的大好多 这熊猫叫什么名字呢 哎呦 真的太可爱了 哎呀 熊猫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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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呀 动物园不是很大 现在我已经出来了 已经逛网出来了 那我下面的打算 就是先回去酒店休息一下 然后晚上再出来看夜景 嗯 哦 嗯